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社交网站就出现closed but still caring的信息 即是他们虽然关门了 但动物照顾人员就会继续照顾这群动物 在大人多动物团里面有五千只动物 每人都需要位置、打理和清洁它们的住处 动用不少人力物力 就算没有游人进来参观 动物依然正常生活 园里面一只马赛长颈鹿 去年二月怀孕 印期十五个月 预料今年五月左右 幼儿就会出生 所以工作人员就会迎接长颈鹿BB 作好准备 所以我愿意给大家一个更新的新鲜 新鲜的新鲜的新鲜 新鲜的新鲜的新鲜 希望我们回到新鲜的新鲜 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些新鲜 但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新鲜的新鲜 不知道你们在线上看 但我们已经有新鲜的新鲜 在前面 帮助一个新鲜 让大家帮助一个新鲜 帮助一个新鲜 帮助一个新鲜的新鲜 帮助一个新鲜 帮助一个新鲜 要照顾动物的员工更多 动物园采取不同措施 去减低病毒传播风险 尽量保护员工安全 这一项的挑战是 我们也不确定 不需要照顾动物的员工都留在家中工作 而留守动物园的员工 除了照顾动物之外 还会与大众分享动物 做網上直播 將動物園帶到你家 網上直播中 可以在網上直播中 可以即時發問 講解員會解答疑問 每次直播大概20分鐘左右 錯過了直播的話 大家也可以在網站上重溫內容 除了動物園 美國和加拿大不同的食物 水族館都設有直播鏡頭 大家可以觀看自己喜歡的動物 看看牠們在做什麼 加拿大最大身內爬蟲館 位於安省和維比市的動物展館 不對外開放 而數賣步就作有限度開放 洋人依然可以買到 爬蟲及兩車內動物的食物 和所需用品 以及位置用的活色術 皇家安省博物館 安省美術館 卡薩羅馬城堡 有虛擁導賞遊 再去遠一點 很多世界各國著名博物館、藝術館 都有網上虛擁導賞 好像英國的大英博物館 法國的羅浮宮 荷蘭的凡谷博物館 韓國的國立現代美術館等等 其實不少博物館早在疫情大爆發之前 都已經設有網上導賞 不過現在更為流行 大家只要上網搜尋Virtual Tours 虛擁導賞團 搜尋結果會出現不同的網站 裡面列出有虛擁導賞團的場館 大家可以慢慢選 文魚表演現在都可以改為在家欣賞 有主題公園把歌舞劇和遊行影片放上網 讓大家可以在家享受歡樂氣氛 在家早前歌神許冠傑 亦於網上直播演唱會 捐錢之餘 亦向業界作出呼籲 共渡時間 另外 英國國家劇院也將劇目放上網 給全球觀眾免費收看 大家可以看看對接下來的劇目有興趣 如果想在家享受大自然氣息的話 就可以到美國國家公園網站 聆聽樂基山國家公園不同的自然聲音 放鬆心情 大家在共同努力控制疫情 留在家中的同時 都可以繼續越南世界增廣見聞 今天的節目時間有夠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